截止本周,超级网综风味,已经去到了六座美丽的城市,并挑战多位知名主厨,领略了琳琅满目的当地特色,充分打开了一众吃货网友的眼界,吸睛无数。 在本周六新西兰战中,谢霆锋将与巨费小天后G.E.M.邓紫棋,一起去到这座太平洋西南部的美丽岛国,一行人不但共同探索了当地毛利村落,还感受了一把Odco,摇考Odco文化的独特魅力。 而面对众多山珍海味,邓紫棋也丝毫不顾形象,一路疯狂逆时吃货本性尽险,谢霆锋携风味冲出亚洲西西兰探索神秘毛利村落,历史近两个月的激烈角逐,辗转西战的精彩比拼,风出杨北川,行伟,朱文渊,高丹义,终于突出重围,成功晋级风味四强。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,谢霆锋将首次带领风厨战队冲出亚洲,挑战新西兰前五名的国宝级大厨,这也是目前为止风味美食对决中,历史最久的一场跨国竞赛。 据悉,风味此次前往的新西兰北岛,不仅风景秀丽,同时也是毛利人的主要聚居地,谢霆锋与邓子齐,风厨们,还将一起去到神秘的毛利村落,盼寻毛利美食的奥秘。 从目前公布的花絮看,面对毛利人身着部落服饰的狂野派盛情迎宾里,邓子齐与风厨们当即僵化,不过身怀功夫的谢霆锋则首当其冲,亲身感受了一番专属毛利人的热烈欢迎, 而部落首领还为众人介绍了极具当地特色的摇烤文化,谢霆锋也将大显身手,为大家带来一道神似中国叫花鸡的新西兰烤鸡,令邓子齐赞不绝口,G,D,M,邓子齐风味展,吃货本性大型BBQ即将吃嗨众人这次的风味。 新西兰可谓吃嗨了素有铁肺小天后之称的邓子齐,不但一大早与谢霆锋一起亲自打捞,品尝新鲜海胆,还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展露出零食天后本色,吃到停不下来,本次谢霆锋需要带领风厨战队挑战新西兰排名前五的国宝级名厨,而PK的主题则是烧烤, 这场大型户外BBQ将历时半天之久,并邀请当地人前来品评,风厨战队将如何完成鲜嫩多汁的丰富肉类,在烹调环境备受考验的情况下,风厨战队能否完美完成任务,本周六,来优酷品鉴风味,打开你的味蕾,一同品味一场中西河壁的跨国BBQ。